所以这边第一个 如果你这个懒人包里面 你可以如果要参考 可以先参考这里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要找一个景点 你要怎么去找到 因为我们将来地图会需要一个叫做 经纬度 经纬度的位置 那你要怎么取得呢 一个地图那里想说 要怎么去算经纬度 是不是要个机器还是什么东西的 其实不用 最简单的方法 你要先找到景点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下 假设你对某个地方比较熟悉的话 那你就去找一下哪些地点 比如说 假设好了 基隆的那个景点好了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基隆的景点 假设你到基隆好了 你不知道去哪边玩 那我就Google搜寻一下基隆景点 那有哪一些呢 那第一个你可以想到那个基隆庙口 好像大家去就是基隆庙口 那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呢 红诞山这些 现在好像比较比较冷门的 那你可以讲 第一个先找到的经纬度 像最近去 潮浸公园好像还不错 那旁边还有一些下午茶的还不错 可以去那边看看 比如说假设我要找潮浸公园的那个什么呢 经纬度 那你要怎么查 你的Google搜寻 什么如何查 什么经纬度 Google应该也有了 不过我教过一个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你也是一样 选起他对 基隆潮浸公园 按右键 也是Google 第二个的话 它会跳到这个画面 接下来呢 请你点那个地图 直接有没有 它会把搜寻结果直接传给地图 它会去找潮浸公园的地图的位置 找到 这个时候呢 又会马上出现 它的位置 其实Google面非常好用 应该大家都会用 比如说你去找吃喝玩乐 比如说你找到它之后 你想要在附近找停车 为什么找 找到到那里之后 然后再问人家吗 不用吗 手机就有功能附近景点 我说要找 你说手机 其实这个版本跟手机版本 也一样 只是说 那个那个界面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功能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搜寻附近地区 你就把停车场打上去 它就会怎样 告诉你说附近哪里可以停车了 所以我常常就这样的 去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哪里有停车场 我先找到那里搜寻 你会发现 它附近的停车场都会显示出来 然后你会以你为中心 去把那个就是附近停车场 所以你会发现 潮进公园停车场有这些 你可以再往前推 你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停车场这边有一个 你可以找附近最好停车的地方 去把去停车 不然的话停车很不方便 不过因为我是基隆长大 然后对那边非常熟悉 其实跟各位讲的应该是 一个算是什么 一个习惯吧 今天会发现去基隆 真的是这样 好像本地 就是在那边本地的人都知道 感谢您